子浩 你喜欢过自己的学生吗 有啊 那叫情不自禁 你懂吗 我跟你说啊 罗子浩正要回忆 顾平生已经站了起来 哎 不听了 罗子浩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怪癖 特别爱给这个对男女关系过于谨慎的人 讲女人 他肯定自己绝对喜欢 软郁心香的异性 可是对顾平生怎么就这么执着呢 我想起来要回学校哪本书 失陪了 这么大的雨你回学校 哎 你们学校不是在郊区呢吗 罗子浩话没有说完 顾平生已经和其他人礼貌告别 脱身而去了 童言回到宿舍的时候 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父亲打来的 自从童言开始上大学 离开北京 就再没有接到过父亲的电话 大致的内容 无外乎是和自己借钱 估计是奶奶提到过自己找了兼职 所以落在父亲的耳朵里就成了另外一条钱财的来路 童言始终不愿意多说话 说自己还有课 就挂断了电话 宿舍里只有童言和文静静 静静对着电脑在聊天 打字的速度飞快 听得童言心里越来越难过 最后索性离开 在校区里四处闲走 散心 因为是大雨 路上的人并不多 黑区区的 到处都是水 后来雨实在下得太大 童言的裙子基本都已经湿透了 只能躲到第五教学楼下 去避雨 这里是新建的教学楼 晚上并没有对学生开放 所以整栋大楼都没有灯火 收了散 童言才长叹了一口气 借着月亮的光 自言自语 怎么办呢 童言 童言并非无坚不摧 他只是让自己 选择性地忽略一些生活的不公平 很大的余生 童言甚至听不到自己的喃喃自语 而这样的噪音 也让童言忽然有了些安全感 他忽然就走进雨幕 大声地告诉自己 我要赚钱 我要赚好多好多的钱 没有说完 自己却先笑了 童言 你还能再出息一点吗 雨真是大 瞬间就让童言整个人都湿透了 也马上清醒了 童言退回到教学楼大厅的原住边 笑着对自己说 好吧 童言 现在呢 要先把大学物理顺利通过 提到物理 忽然童言就想到了顾平生 几个小时以前的出租车里 他的那双眼睛 童言还记得非常清楚 包括顾平生的表情 从疑问一直到最后的安静 始终不说话地 看着自己 他到底在想什么呢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忽然就有个声音从身边传来 童言吓得尖叫一声 猛地跳开了自己靠着的原住 心都快蹦出胸口似的 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是顾平生 很多年以后 童言想到这个雨夜 在第五教学楼下的情景 仍旧觉得十分玄妙 当你在心里默默地想着一个人的时候 他忽然就出现在你面前 童言呼吸不稳 被吓得胸口都开始振振地发疼 顾老师 我要去院办拿几本书 远远地看着好像是你在这 我就过来看看 这么晚了 你在这做什么 没做什么 顾平生说话的时候 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纸巾 随手递给了童言 怎么带着伞还淋湿了 童言有些尴尬 接过纸巾抽出一张 擦着自己脸上的水 这个校区太大了 这么晚尽量不要一个人过来 到这个没有人的教学楼 会很危险 哦 那我回去了 等等 童言 嗯 你 有急事吗 没有啊 如果没什么急事的话 等我去院办拿到书 我送你回宿舍 童言愣了愣 顾平生的表情很自然 解释说 这里到院办只有三分钟的路程 到你们宿舍 要走二十分钟 路上没什么人 我送你回去这样会比较安全 理由很充分 童言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乖乖的 跟着顾平生去了办公室 童言曾经在这里和顾平生补习过几个星期 非常熟悉这里的每一件摆设 顾平生去拿书的时候 童言甚至想到自己以后不能再和他补习 就有些难过 童言装作若无其事地看着顾平生 顾老师 你为什么忽然不给我补习了 是这样 我呢 最近身体不是特别好 一直都这样 课余时间都需要去医院 我怕会耽误你补课的进度 顾平生说得很简单 童言完全没有想到是这个答案 童言很想多追问几句 却不知道以什么立场来问 两个人从法学院的大楼离开 路上因为各自撑着雨伞 都没有什么交流 直到童言的宿舍楼下 童言收了伞跑上台阶 再回头去看顾平生 很大的黑色雨伞下 顾平生穿着干净的白色衬衫 看不出丝毫的不妥 或许他所谓的身体不好 只是感冒 或者是借口 可童言的潜意识里 却愿意相信 顾平生说的是真话 或许是因为潮湿的天气 顾平生的声音 顾平生的声音意外的很柔软 童言轻轻轻地咬住嘴唇 有些犹豫地想了一会儿 才说 学校西门不太好打车 东门的出租车会比较多 顾老师 路上小心些 好 再见 回到宿舍 童言还在心慌意乱着 只因为自己说的那句话 当年读初高中 不能谈恋爱 自己却一门心思地陷进了早恋 到现在 读大学了 终于能够名正言顺 公开地谈个恋爱了 却发现 已经喜欢上了自己的老师 童言啊童言 你还能再出席些吗 今天是星期五 过了周末 就还剩九周 六十三天 整个星期都在时不时地下着雨 教室里阴冷阴冷的 童言双手互握着 自己给自己取暖 去抄写顾平生的版书 顾平生的版书 写得很漂亮 自己小学时 也狠狠地练过字帖 认得出 这是瘦筋体 那时候只觉得 这种字体看着畅快淋漓 别有一种韵味 教字的老师 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喜欢写这种字的人 大多是锋芒毕露型的 可是顾平生和锋芒毕露 没有任何关系 此时顾平生 就这么右手斜插在裤子口袋里 左手虚握着白粉笔 流畅地写下一行中文 同时用英文讲述着 今天的引言 顾平生 是这学期所有老师当中 唯一肯双语授课的 就连那些日本回来的老师 也坚持用生数的英文 写着版书 其实 学校高考招生的时候 就很注重英文成绩 到大二结束 班里只有三个人 还没通过英语六级 顾平生完全没必要 为了极少数的几个人 如此麻烦 可是呢 就是这些细微末节之处 顾平生总是思虑周全 顾平生完成今天的课程引言 转身看向班长 刘易 沈瑶呢 班长憋了半天 回头再看童颜 童颜宿舍里的几个人 都是陶克达人 星期五大多都不在 谁知道今儿又去哪儿了 童颜硬着头皮说 顾老师 沈瑶去校乐团排练了 他请假 王小如呢 王小如 有事 也请假 也请假 顾平生的眼睛 扫视了教室一遍 很快就辨别出了 旁听生和本班学生 文静静也没有来啊 这一次 连旁听生都开始 低声议论了 童颜握着笔 又不能躲开 顾平生的视线 开顾平生的视线 明明自己是宿舍里 唯一来上课的 却成了众矢之地 童颜觉得 这脸上有些发烫 文静静生病了 童颜真想强调 这个 是真的病了 下星期一 让他们三个人 去一次院办 到办公室来一趟 童颜心里 咯噔一声 这一下麻烦了 后来下课了 班长也是惊出一身冷汗 走过来对着童颜说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我跟你说啊 顾老师这算脾气好了 你们宿舍怎么回事啊 他这么好脾气 都让你们宿舍给逼急了 班长扬着手里的书 险些打到走过来的顾平生 顾平生 只是微抬手臂挡了一下 班长火气正涌上来 马上回头吼了一声 开班会 然后 教室彻底安静了 那些旁听的都傻了 拎起书就走 顾平生也是微微一愣 用征询的语气 问刘毅 那个 我需要参加你们的会吗 不不不不 顾老师 您忙你的 童颜低头收拾书本 余光里 看到顾平生 经过自己的桌子 然后 走出了教室 童颜去图书馆看书 到天黑才回宿舍 早上走的时候 窗帘就是拉上的 现在竟然还是鸳鸯 童颜叫了一声静静 没有人吭声 他有些不放心 拖了鞋爬上 文静静的床 发现文静静 还在蒙着被子睡觉 伸手摸了摸 他的额头 好烫 收手时 碰到了文静静的枕头 怎么那么湿 出了这么多汗吗 童颜拍醒文静静 给他换好衣服 弄下了床 最后 费劲骑着自行车 把文静静 带到了校外的医院 这是学校定点的医院 因为不在市区 晚上人很少 值班医生很年轻 但是很细心 到最后 文静静开始挂眼水 那个医生还特意跑来看了看 问了几句情况 童颜看着医生 忽然想到 如果顾老师没有转行的话 是不是也是眼前这个样子呢 书业室里只有一对母子 一个四十多岁的儿子 和老太隆中的母亲 如果奶奶忽然病了 在北京怎么办 童颜忽然有些不安 每隔一段时间 这种不安感就会冒出来 挥散不去 文静醒了 看到了身边的童颜 脸盲说 颜颜 谢谢你 童颜回过神 抱着刚才在医院门口 买的一小袋橘子 拿出个大的包开 塞到文静静的手里 静静 你这么高的温度 怎么不说给我发个短信啊 文静静握着橘子 过了一会儿才说 颜颜 甲乐跟我分手了 啊 静静 你跟甲乐 你们不都六年了吗 童颜记得这个男孩 很朴素 笑起来有点绵腆 甲乐今年大肆找工作 他压力大 总是跟我吵架 昨天他又在电话里跟我吵 说到我家本来就没钱 还有两个双胞胎弟弟在念高中 等着我们去工 文静静没有说完 童颜也没有继续追问 他家的情况 童颜多少会察觉一些 文以为这个话题是个结束 低头继续包橘子 文静静忽然说 我觉得生活特别不公平 我英语基础不好 好不容易拿到了日语二专的资格 却连期中考 我都通不过 可是看看小如 从来不上课 却能轻松地拿到一等奖学金 沈瑶也是 全班唯一的文艺特招生 文化课却比我都好 还有你 妍妍 我每次看你主持 看你唱歌 我都特别羡慕 连顾老师都对你那么好 我总能看到他在办公室翻开物理教材 后来我才发现 他是在给你辅导物理 妍妍 我是我们那儿唯一一个念重点大学的 可是读到现在 班里同学都开始申请国外硕士课程 我却还在这儿费力地读着本科 我有两个弟弟马上高考了 他们其实没那么懂事 成绩也很差 有时候 我想到这些 我真的觉得 我去书念下去也改变不了什么 熬到头还是一样 哪里来的 最终还是得回到哪 书页室里很安静 文静静声音不大 语气更是平淡的 不能再平淡 童言掰开橘子吃了一半 天气很冷 橘子吃进嘴里都是冰茬的 又酸又冰 算不上可口 童言从来没有 也不敢像文静静这样倾诉 从小学毕业开始积攒到现在 一切难过的心情 那种完全失去自尊 一想到 心就会一颤一颤的疼的家庭 让童言怎么开口 静静 你知道吗 我以前的男朋友 父母都是高中老师 因为他溺爱 他从来都不用心读书 叛逆的不行 但是他对我特别好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 我肚子疼走不动 他就一声不吭地跑出去 给我在校门口买了一碗面 硬是逼得人家 把碗都卖给他了 那天 天特别冷 他就这么端着一碗面 从校门口 一直走到我们班门口 估计是走得太快了 汤水都洒出来了 洒得满手都是 可是再怎么好 也还是分手了 童言记得 那碗面好像是六块 当时觉得好贵啊 后来再去吃 就没有那个味道 童言把最后一半橘子 递到文静静的嘴边 所以呢 静静 我没什么值得你羡慕的 也会失恋 也会生病 也有好多秘密 不想让人知道 童言抬头看了一眼 这瓶药液 已经所剩无几了 金属挂钩上 还有满满的一瓶 需要在金碗挂弯 我记得小时候啊 我有一次体育课 跑八百米 我被人从身后踩到鞋 狠狠地摔了一跤 那个时候 在操场上上课的 应该有三四个吧 全都看见了 我当时觉得真丢人 怎么能这么糟糕啊 太可怕了 当时就觉得天要塌下来了 简直 现在想想 不就是摔了一跤吗 童言站起身 准备去找值班护士 换药液 你小时候肯定也有这种事 觉得天塌下来一样 静静 五年后回头一看 其实也就是摔了一跤 爬起来 换身干净衣服 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 家境 才能 很多东西都是天生的 就像谁都羡慕 刘翔能拿世界冠军 可是 也就羡慕羡慕 对不对 那天晚上回去的时候 童言也开始有感冒的迹象了 到星期一 已经彻底成了重感冒 中午时间 校医院的人并不多 童言开了些感冒药 从二楼走下来 忽然身后有人 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下集预告